我們有個詞叫做AI的數位素養 我很喜歡談素養這個字是因為 108課綱之後我們都在講說希望我們的學生有素養 那素養是什麼 素養就是第一個就是知識 第二個是技術 第三個是態度 就是我必須要有AI的技術 AI的知識 我知道深層式AI它的運用原理原則是什麼 所以我也知道它的局限是什麼 有很多人常常開玩笑說 ChatGPD是什麼 就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為什麼 IC夢想家 好 繼續我們的IC夢想家我是藍軒 那現場邀請到的是台灣微軟的 事業部的副董經理朱以芳 那我們剛剛聊了很多真的覺得 坦白講蠻期待的 其實一個很不一樣的一種工作環境跟工作方式 但是當然很多人還是會覺得很緊張 這緊張一個就是擔心可能被取代 但另外一個就要怎麼樣跟它互動才好 可以發揮最大的一個綜效吧 那當然對於很多企業來說也還擔心說 我用它但是我給它為那麼多資料給它 因為 ChatGPD就是為資料 但問題這個資料如果是我的資料 講的個人是我的個資 或是企業是我的一些資料庫裡面的保障 對對對或者是我們公司的機密隱私 這會不會外洩對不對 這個問題可能就是接下來的蠻重要的議題了 對對對我們其實在跟企業主 就是談Copilot或是OpenAI的技術的時候 的確隱私是所有的企業主第一個想關心的公司 那想跟大家就是就是談一下就是說 微軟其實在一開始開發AI的時候 我們就有所謂的就是Responsible AI這個準則 我們有六大準則 那其中一個就是所謂的隱私 所以我們的原則是這樣子 就是你的資料是你的資料 客戶的資料是客戶的資料 我們永遠都不會拿客戶的資料 來當我們的模型 訓練模型的Data 我們看到這個以前還特別準備了一個 對對對就是你的資料是這樣 我們每次出去都要談這件事 因為微軟其實當我們提供雲端服務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的身份是什麼 我們不會拿客戶的資料來用 那所以第二個就是 即使像現在有所謂的因為ChatGPT 因為OpenAI你必須fine tune這些Data 這些模型你的資料也不會拿來 或甚至於你下的指令 我們都不會把它拿來當我們的模型來訓練 所以這個客戶可以放心 而且除了這之外 因為我們是全球性的服務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合規 就是法令的合規 包括歐盟這邊 GDPR的法令合規 其實微軟本身也都是合規的 所以還有一些是產業的 就是金融業的產業 醫療業的產業的一些合規性 我們也都是符合的 所以如果說企業今天是 譬如說醫院醫療 他想要用GPT的 用OpenAI的技術的話 那其實 或者是用我們的Cokepilot 其實他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本身就已經 就是在研發的過程 使用過程都是合規的 所以簡單講 如果說企業雲 就一個雲一個雲一個雲 那雲跟雲之間是不相通的 你的雲跟別人雲不相通 是不相通 跟Microsoft所提供的也不相通 我們已經提供一個引擎在那裡了 所以Data歸Data 引擎歸引擎 那你的Data 就在你的所謂的 你在我們雲服務裡面的 我們把它稱為Tenant 就是支付裡面 我就是把它講成說 我今天這棟大樓是微軟提供的服務 可是呢 你們公司住的是這一個房間 所以這個房間裡面發生的事情 我不會拿去 我的棟大樓裡面其他地方用 所以可以放心 就絕對不會說什麼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沒有 你的就是你的 你的永遠不會是我的 真的真的OK 所以這個是對企業來說 如果有疑慮的話 他們會最關心這件事情 那還有嗎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講到應用大爆發 所以這件事情你們一定得到 非常多的一些你們的使用者客戶端 來問你們說 他們最常問的問題還有什麼 最常問的問題 除了剛剛講的資料安全性之外 第二個問題是 我要怎麼開始 怎麼開始 我要準備什麼 好 那我們來談一下 我常常跟企業說 我們有一個詞叫做 AI的數位素養 我很喜歡談素養這個字 是因為108課綱之後 我們都在講說 希望我們的學生有素養 那素養是什麼 素養就是第一個就是知識 第二個是技術 第三個是態度 第三個是態度 就是我必須要有 AI的技術 AI的知識 我知道深層式AI 它的運用原理原則是什麼 所以我也知道它的局限是什麼 有很多人常常開玩笑的說 ChatGPD是什麼 就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為什麼 因為它是深層文案 所以它的自己的開發原理 就是它的應用裡面沒有所謂的正確 沒有直接D4正確性 像我們的Bean Chat裡面就會有 Bean Chat裡面如果你問了一段問題之後 它會跑出來幾個來源 它會告訴我說這五個或這三個來源給你的 你可以自己去Double Check 我們剛剛跟以防試過 我們就問它說 Macrosoft 365的Copilot是什麼對不對 除了什麼時候推出 那它除了給 目前沒有給答案 因為它沒有正式推出 然後後面它就告訴我們說 它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幾個來源 所以它這個部分事實上就是一個 比較希望做到負責任的 對負責任的 我們負責任的就是Responsible AI裡面 其中一個原理原則叫做可解釋性 我會告訴你這個來源是怎麼來的 才會安心 所以像我剛剛舉例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Copilot Excel file Excel的功能 我如果自己跑出一個趨勢圖 我會告訴你這個趨勢圖 我是怎麼跑出來 如果有陸奏 你可以Double Check才安心 所以剛剛回到素養 AI素養裡面 第一個是知識 我知道它的局限性 因為你的AI的Data來源 會決定你的產出 所以我要知道 它的原是不是真的夠inclusive 夠多元以包容 因為很多時候AI的資料來源 如果不夠充分或不夠多元 我沒辦法顧及比較少數的權益 或少數人群這樣子 那我要有這個awareness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因為它是去撈海量的數據 雖然海量是很大 但是它總是還有一個局限 它不在裡面的你就撈不到 它裡面現存的如果本身就不公平 有成比例可能就撈不到 或者撈不對 比方說性別的部分 宗教的部分 種族的部分 所以它很多人在美國做實驗就說 裡面其實你只要問到它跟一些 黑人有關的事情 它答案通常都不太準 因為它的樣本數太少 白人的比較多 通常女性跟男性的態度 也會有點不一樣 比方說你問它女性的薪資 它可能直接就給你設一個天花板了 因為它現實生活都是這個樣子 之類的對不對 對所以這個就是AI的知識 我必須知道它有這些局限性 當然我知道還有這些局限性 它告訴你 它回饋給你的答案的時候 你必須去檢查它是不是真的 就是它真的偏無了 如果有人類就必須介入 這是知識 第二個是技能 我知道怎麼用AI的工具 像剛剛我們前一題提到的 所謂的四個W跟H 我要怎麼樣下指令 然後這個只是最簡單的 還有其他的 譬如說剛剛我提的 我用低程式開發程式 當然它有一些東西你要操作 你要會嘛 所以這是技術 然後第三個是態度 那態度就回到 我們必須真的去 有一個多元與包容的態度 去看待我們的AI 隨時提醒自己 就是說我這個 我的內容 或是我自己的使用的態度 是不是正確的 是不是真的顧及了不同的人 然後我是不是真的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使用它 所以這個是 就是我認為企業在 在推廣AI的時候 給他們企業的內部的員工使用 甚至於去開發AI的時候 必須擁有的三個AI的數位素養 然後做到這些事情之前 當然最高最重要的是 您公司這要上雲吧 要數位化 第一步要數位化 對對對 如果沒有數位化 那這一切都是免談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幾個步驟可以先開始 除了這些準備之外的話 有沒有什麼 就是接下來的話 他可能在 萬一碰到什麼樣的困難的部分 他可能必須要有一些因應的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到 像我就一直在想說 有關於像隱私權的部分 著作群的部分 一些企業他們可能必須要做 就是說你做好最好的準備 但你要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他有沒有一些比較 可能碰到了目前的一些灰色地帶 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覺得隱私權這個 這個例子非常的好 對 深層式AI是這樣子 深層式AI 這次的深層式AI 的確有很多議題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該怎麼解決 著作權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 企業在跟他的員工 就是教導他的員工 怎麼使用AI 或開發AI的時候 同時間也必須讓員工 再具備兩種知識 我來講兩種知識 第一個知識就是 就是著作權的概念 因為他的確 非常有可能 光是拿深層式AI 除了自己公司內部的資料 有可能去拿外部的資料 這些外部的資料 會不會讓公司造成 就是侵權的疑慮 但他怎麼會知道呢 對不對 我講一下就是像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其實是有固定 每年都會做隱私權 或者是著作權的training 然後是我們的法務 來幫我們上課 OK 他會告訴我們說 哪些東西是可以二創 哪些東西不能二創 二創的概念是什麼 這些基本的觀念 應該要讓員工知道 就是他如果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自然就沒有可依選 可是當他有這個意識的時候 就算他不知道正確答案 但他會知道我要去尋求 專業的人士來問 可能就是我們的法務 沒錯 對就是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但是當你知道說 欸這可能是個issue 你有疑慮 就去問 就是不知為不知 對 但是如果我完全都不知道的時候 我就我甚至不會舉手問 對啊 而且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做一個主的pilot來說的話 你就無從判斷起嘛 對不對 所以企業當 就是我們最近開始談 所謂叫AI ready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企業 當生成式AI的應用來的時候 或者是co-pilot來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迎上 可以直接使用的前置作業有很多 像所謂剛剛講的就是AI的素養 AI的素養在外加所謂的著作權的認知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數據的認知 數據的認知 因為當 剛剛Excel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當你在你透過ChatGPT去問他問題 甚至於可以叫 也可以透過BeanChat 叫他幫你去整理市面上的這些資料的時候 那或者是公司內部有很多資料的時候 你自己的就是數據能力就很強 你可能不需要很了解說這公司怎麼來的 但是你必須知道說 我有哪些公司 哪些統計原理可以去幫我解決什麼問題 比方說 比方說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有時候呢 我們在思維上常要討論 平均數跟中位數哪一個重要 中位數 為什麼你會知道呢 因為很多人在討論嘛 可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會知道喔 用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你拿郭台銘的薪水跟我的薪水平均好了 平均有意義嗎 當然沒意義啊 我期限那麼高 我期限那麼低 對 可是像這些其實是需要 我們需要全部的員工都有同樣的水準喔 為什麼呢 因為當有了三層是AI的時候 所有人的起始點就是60分 對 但是當所有人的起始點60分 要把它做到80分90分 靠的就是中間的素養 這些素養包括 我剛剛講的那些AI素養 包括我對於我在應用AI的時候 我對於製作智慧財產權的重視 不會讓自己公司或是讓自己陷於風險當中 再來就是 如果我對於數據的能力越強 我的敏感度越高 我就越可以把60分變80分 可是如果我沒有這些敏感度 我就沒辦法變80分 所以每個公司應該要幫每個人都去上 基本的就是有個統計的概念 真的是這樣子喔 所以我覺得聽起來 這個就有了AI當幫手之後 好像很多事情會變得很簡單 但是在迎接它之前 我覺得要準備好的自己 其實是蠻多的對不對 從個人到企業 而且我覺得企業越早做這些事情 你就越快跟那些還沒做的人區隔開來 還沒做的公司區隔開來 因為所有的公司 我們知道像我們在台灣或是在全球 幾乎所有的客戶都在問我們 都在問我們口拍了 對 如果企業還是那種 喔我等大家都用了差不多了 都已經技術穩定了 我再去用 那你可能就會在這波浪潮裡面 就是被淘汰 真的嗎 所以大家可以用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先去試用看看 試用看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呢 它大概可以幫到什麼程度 然後回過頭來看的話呢 你需要先準備什麼事情 你要懂得什麼樣的提示 Pront的一些功能 然後再來的話 對然後再來要問自己說 我們說有了那麼多幫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讓自己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什麼事情是更有意義的事情 更有價值的事情 更有價值的事情 對更有價值的事情 你才會知道說 它做到什麼程度 那我可以提升到什麼程度嗎 沒錯 沒錯 OK好 非常謝謝今天的諸以方 到我們的現場來跟我們聊 這個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實用的 就每個個人來說 就每個企業來說 都要做好的AI Ready 謝謝囉 謝謝 拜拜